我们看起经文 如实暗注 居足庄业 为得广大了清津佛图 这四句跟法华完全相同 实 真实 一结实相 就是实相 正如与发生 是 如实暗注 皆如实暗注于此 真实之计 这个真实之计 就是前面讲的 真实 实相 正如发生 四个名词讲的是一桩事情 一桩事情为什么用四个名词 让你明了通达 一桩事情 一桩事情从面面去观察 你才彻底了解它 一桩一桩事实义 一桩事实义 一桩事实四 四桩事实义 我们要是 我们要把心安住在这个地方 简移之呢 简 安住于住法之实相 不要住在假象上 要住在石像上 石像呢 正本金之体 无量寿金的体 就是石像 无量寿金讲的是 讲的是诸法石像 诸法石像